各位兄弟姐妹 我是温国光神父 我是教区神父 拍片拍片 这条是我第二剂 因为我惯了有听众 有观众 现在其实很多人在我面前 所以我不至于自戀 看着镜头自己讲自己笑 很多人听 今天我介绍的这本书是 提着大包小包 怎麽进扎门 为我们基督徒讲起扎门 我们有我们的认知 是跟进天国有关 我选这本书是有原因的 我是个喜欢追上潮流的神父 我不喜欢落伍的 因为最近坊间很喜欢断写离 我曾经有段时间去断写离一下 不过我断写离 人断写离我有些笑话 是什麽呢 有教友问我 哎呀神父 你又看这本书 我说是呀 我上网订回来的 不过我订断写离 之余我都订了很多东西 过了一段时间 又看了 又被人发现了 来我的办公室 看到我抬头有的 我见完人 我又拿来望亮眼 他说 哎呀神父 你看这本书有什麽心得 你是不是到神贫的生活 我说我看完这本书 第一样我就断写离这本书 还有几页 哈哈哈哈 怎麽会这样说呢 笑话而已 不是真的说那本书没有价值 不是 不过为我作为一个神父 我更加重要的 就是从物质之间的关系 就是纯粹整理物质 断写离的物质 提升一个精神的生活 我觉得为我作为一个教徒 或者一个神父 不够 不止提升物质的生活 精神的生活 我还要提升灵性的生活 那如果说到第三部份 这部书就是他读有了 和坊间很多世俗的书店所说的 断写离不一样 他这里是说 我们怎样透过写器也好 整理也好 透过整理好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从而怎样去实践一个智慧的生活 好像天主一样 分享天主那份管理地球 管理世界 还要样样事好的 井井有条 原来我们的生活要实践这一部份 所以如果事事指 好像很害怕物质 神父是神父来的 穿这么贵的衣服 人家会告诉你 这件衣服不是我买的 人家送的 我扔掉它就真的浪费了 所以原来我们生活得要有智慧 我们不要做物质的奴隶 但是不等于我们要避开物质 你不做物质的奴隶 你要做物质的主人 即是我自己作为唐区神父 或者学校的校监 我管理你这么多的东西 我不能让我的学校也好 唐区也好 要什么 没有什么 但是急着那时候我就要买 这个就真的违反了这部书的精神 这部书其实是要我们检视 我们拥有什么 需不需要 多了 是不是可以舍弃 和人分享 但是是不是你已经有你足够的东西 让你能够井井有条地去生活 如果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 特别在物质上管理得好 我们其实腾出很多的空间 去向往天上的事 有时候 即是我做神父 每一样东西都断捨离 我准备主日道理就毕业了 识经书 我又要问恩神父 礼仪书 我又要问范神父 他说你没有书的神父 我断捨离了 不行的 我要管理好我自己有一套的书 帮我做好我的目的生活 是不是 所以这部书很好 和人讲个秘密给你听 原来他叫我们 不要做物质的奴隶 其实他更深一层 不是问我们 为什么贪恋物质 他更深一层就是 问 其实我们是不是很没有安全感 其实我们生活 不是很没有指望 需要有一些东西 渣纳 这就是一种灵魂的病症 这部书教我们 如何配合不止收拾东西 还要收拾里面 透过祈祷保随手斋 你一听到这些 你以为 圣施礼华出现了 傅天娜出现了 不是 是一个活生生的作者 和我们分享日常生活 如何透过祈祷 手斋保随 去反思我们日常生活 特别在管理物质上面 让我们能够 应该放下的就放下 应该保存的就保存 希望我们每个人看完这部书 都成为一个智者 都成为一个小小的 物质主人 使我们的生活 不至于为牢为皮 而是做天父的儿女 天气不良 天气不良